我觉得你们的观点不对 你们怎么能说大卫不帅的 我认为大卫就是比他帅的 如果说一个选手 剩下来仅仅是夸 发型好 长大帅 其实我觉得反复说这个 其实是对你最大的提醒 我从你的表现 以及你的简历 上面你看 旧度时间写的本科都没写时间 然后忙碌这个怒写错了 谦逊的讯也写错了 说实话 我从综合的表现 在对着简历 我认为你书读得太少 今天让他去看一个 像跟大老师一样专业的主持人 明显看到生日力不足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主持人 这个岗位上考验他 因为他没有专业功底 但是他有一个自己的诉求是 可以做跟销售类型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企业里面 有一个类似于像跟主播一样的 这种主持 他做副播 然后搭档 或者是说 有跟一些高级用户接触的 然后呢气质比较好 他又比较儒雅 能够很好的建立亲和力 然后不要让他进攻心 那么强的销售 他能够比其他人 更能抓得住机会 所以围绕着他的诉求 和他的气质 综合看一看 其实刚刚针对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生下来 就是完美的 完美的是有着一颗学习的心态 敢尝试的心态 敢接受批评的心态 我拿着这样一个心态 我去赢得我的一个未来 你来找工作 是赚钱还是想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 同时也在赚钱 我很多次在想 为什么要赚钱 从大学开始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嘛 大一的时候 我觉得赚钱 可能是为了让我自己够花 然后去买点 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等到后来 我觉得应该是 让父母安心 让家人放心 因为有一个能力 我能在这个社会上去立足 我不用你们去 百年之后再为我而担心 顺文 作为这个年长你几岁的 我觉得用一个歌的身份 来给你讲一讲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能体会到你 但是我想劝你一句 想证明自己的时候 是最累的时候 所以其实不妨的话 我们还是脚踏实地地去想一想 我们的未来究竟要怎么走 其实为什么要证明 其实是咱不行 所以咱要接受这样的现状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 你在第二环节的时候 我真的就想看到 21岁的顺文 到底是什么样 而不是像一个 41岁的那样的沉稳 考虑一下吧 然后让它在第二环节的时候 先展示它的技能 然后再跟大家交流 来吧 企业家们 请大家做出选择 第一环节的最后 台上还剩下九盏灯